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 很多年后 回想起2020年 那会是坚强的 平静的 甚至是松弛的 一直以来 不是忙着工作 忙着搭乘列车和飞机 忙着赶往去忙的路上 就是正在忙着 一切都在被高速地运转着 我们将速度视为理所应当 我们唯一的方向是向前 这证明我们被需要 突然有一天 所有人 都被按下了暂停键 就像是从前是被驱动着 一切都是茫然而被动的 我们在时代里 从来没有选择 这一次 我们都被落在了时代与时代的 下戏之间 明天通往哪 原本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答案 但现在 答案消失了 你会不会害怕 没有答案的未来 起码 我会 在此之前 我从未留意过房间里光的运动轨迹 烘干机有节奏的噪音 和可乐在冰块里融化的 那独属于夏天的声音 也从未盯着唱机思考过一个下午 唱真是如何在黑色的轨道上舞动 从而把这些物理的痕迹 变成音乐的 也从来不知道 一尾懒洋洋的猫 原来比想象的更需要我 无论我在哪 它们都要和我赖在 房间的同一个角落 我研究了每一个百无聊赖的生活细节 甚至 开始怀念过往的旅程 于是我开始翻看每一段旅程的记忆 那里也许藏着一些角落里的糖 还在等着被品尝 若草山上夜幕降临时 吃草的路有一刻抬起了头 我们一起眺望过山下的灯火如星 阑珊被雨打湿的竹林 就连简单的绿色 都被阴影出不同的层次来 北海道的雪温柔 即使在漫山的雪中奔跑 或是把自己抛在雪里 它永远会像一张温软的毯子 轻柔地把你包裹起来 若不重新回顾这一切 我从来都不知道 自己原来这样怀念 那个钟摆规律的人间 会如此怀念 那些真实热闹的拥挤雨文情 在旅途中曾路过的风物和人世 并不因匆忙而将我遗弃 它给予的自由与松弛 冒险与探索从未改变 它成为我不履不停的力量 停住在我体内 假如在许多年以后 真如料想一样 以荒诞与不可控开头的这一年 会在平和和不紧不慢中结束 那大概是因为 有爱的人 懒的猫 午后的光 以及一切旅途中的影响 是他们曾陪我度过了一段 难熬的暂停人生 那些带来确认感和归属感的美好 他们终将治愈且修复着 只是再次踏上旅行 重新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